去年10月和男星宋仲基结婚的宋慧桥 近日正在和宋仲基的同门师弟朴宝剑一起拍摄TVN水幕剧男朋友 该剧将在下月首播 宋慧桥跟朴宝剑上月底远赴古巴取景 预计逗留约一个月 而网友也不时在网络中曝光他们拍摄时的样子 令大家知晓偶像的近况 日前又有网友在社交账号中上传了宋慧桥开工期间的视频 画面中身穿粉红色外套的宋慧桥被拍到在待机时困得打哈欠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剧本看得太晚没有好好休息呢 疲惫的桥妹妹令粉丝们非常心疼 另外网友还拍到宋慧桥穿上红色连身裙 在酒店门外等待接送的拍摄片段 这次宋慧桥在男朋友中饰演首尔市长的长女车秀贤 他曾是豪门媳妇 却一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想要的人生 直到邂逅朴宝剑饰演的一无所有 却可以自由生活的平凡男子金正赫之后 两人将展开一段心动的浪漫爱情故事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